青光眼睛 青光眼睛是一個慢性疾病 你要了解甚麼是青光眼睛和成因 首先你要了解眼睛的結構 這就是眼球的模型 眼球裡面你會看到 原來它有球體 裡面會充滿了水份 填滿了這個位置 眼球的後方就是視覺神經 神經連接到腦袋 它幫助你看東西 所以如果這條神經線壞死了 你就會看不到東西 青光眼睛主要的成因 就是眼球這個球裡面的壓力太高 承受不到的情況下 這個神經線就會慢慢地萎縮 為甚麼眼球會有水份在裡面 眼球要支撐著成為一個立體的球體 它一定有些水份 眼睛分泌水份的地方 就是這裏 叫做節狀體 就是眼睛的肌肉 當眼睛分泌水份太多的時候 就會壓壞神經線 或者你眼球排走水份 循環系統出現問題的時候 亦都會令到你的眼壓太高 導致青光眼 其實青光眼早期的症狀一點都不明顯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其實他發現青光眼就是在例行檢查的時候 他可能眼睛乾 腦花眼 或者看東西有其他不舒服 去看醫生 醫生檢查他的視覺神經的時候 才發覺他的視覺神經已經萎縮得很厲害 從而確診青光眼 通常一些中期或者晚期青光眼的患者 他看東西會覺得有視野收窄了 他會覺得旁邊看的東西看不到那麼邊緣 還有他們看東西的顏色 對比度 立體感都會變差了 另外一種青光眼就叫做急性青光眼 這一種病人就有點不同了 他會突然之間看東西會不舒服 例如眼睛會很痛 眼睛會沖血紅 甚至會頭痛作嘔 還有他看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個彩虹圈圍圍著視野 眼壓高就不代表一定有青光眼 反過來眼壓正常範圍 你都可以有青光眼 眼壓是眼睛內的壓力 好像量血壓一樣 就是血管內的壓力 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五個人的眼壓都是十至二十一 但是我們發覺在亞洲香港人裏面 十個有三個青光眼患者 通常眼壓都是這個範圍之內的 所以一個正常量的眼壓 無論你用吹風機或者醫生幫你量了 在這個範圍裏面不代表你沒有青光眼的 一定要做一個眼睛檢查 看你的神經線狀態才可以排除青光眼 青光眼的高位頻組有幾個 最重要的是家族遺傳 如果你的直系親屬已經有幻想青光眼的話 你幻想青光眼的機會就會高八至九倍 如果你有四百度近視或以上 你幻想青光眼的風險都會高兩三倍 另外,年紀都是一個高位因素 所以四十歲以上的人 就更加應該要定期檢查眼睛 另外,如果你有曾經試過眼外傷 長期使用滴徑類固醇藥水 或者你有些身體的全身疾病 例如糖尿病之類 你都會容易患上青光眼的 很多研究發現 遠時、亞洲人和女性的眼球結構 通常是比較小一點的 尤其是排走 防水等自然流通的部分會窄一些 所以他們會比較容易患上急性青光眼 通常我們會幫你驗一下視力 眼鏡度數 以及我們剛才說過 眼壓高容易有青光眼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機器 手量 去幫你量度一下 你自己眼睛的壓力 然後青光眼是用神經線 有沒有萎縮來判斷 有沒有事的 所以醫生會用一個接觸鏡 去看看你的眼睛內的神經線 究竟他健不健康 當青光眼患者比較嚴重的時候 神經線會變白色 瘡白了 而且神經線是很少的 已經沒有纖維剩下來了 肉眼上我們已經可以判斷 你有沒有青光眼 之後我們會做檢查 檢查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OCT 這個OCT掃描沒有輻射 在眼睛表面大約半分鐘 做一個掃描 看看你的纖維究竟多還是少 我們就可以看纖維的報告 就知道你有沒有青光眼 以及嚴重性去到哪裏 另外剛才說過 青光眼的患者 去到某個階段 視力就會收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叫做視野檢查 這個機器就會有些光點 我們逐一隻眼測試 每隻眼測試的時間大約五分鐘 我們叫患者見到光點的時候 按一下按鈕 然後我們就會有數據分析了 就有一個圖畫 就會看到看視野的範圍 有沒有一些部分收窄了 以及它的青光眼是初期 中期還是晚期 另外剛才提到的一點 就是我們會看看 例如你的角膜的厚度夠不夠 如果你做激光矯視的話 你的眼角膜可能磨薄了 影響眼睛量度的準確性 所以我們都會量一量 你的眼角膜會不會天生比較過厚或過薄 大部份的青光眼患者 都可以有個病陪著你 但你不會永久失明 但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控制了你的眼壓 第二就是在你生活質素做一些改善的工作 第一方面我們說控制眼壓 因為我們發覺降低你的眼球壓力 是最有效的方法 延緩你這個疾病的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手段 令到你的眼壓降低 最常用的方法是滴藥水和做激光治療 滴藥水就像你吃藥一樣 我們每天都要滴藥水 有些病人滴一次或者會多些 兩次或者三次 通常我們會幫病人簡化你用藥水的數量 讓你生活上容易過一些 還有副作用會少一些 另外有些病人 他不太懂得滴藥水 或者他滴不到藥水 所以有些患者 我們會建議他第一線的治療 就是用激光將眼壓降低 激光不是手術 不用開刀沒有傷口 我們只需要患者用十分鐘的時間 坐在我們的激光機面前 接受激光治療 我們做的時候就會將一些低能量激光 去到刺激你的眼睛排水份的地方 從而你的眼睛排水量就會增加 大約一個月後你的眼壓就會降低 這個激光是微創的 激光能量很少 所以很安全 而且如果眼壓幾年之後升高的話 可以重複再做 一些嚴重的患者 我們可能發覺滴藥水 或者做眼部的微創激光 都不能夠有效地控制眼壓 去到一個低的水平 我們就會考慮和他做手術 眼睛降低壓力的手術 通常有分傳統和微創的 這些手術傳統的話 其實有了幾十年 這種手術都是將眼睛的防水 引流離開眼睛 令到眼睛的壓力就會即日降低了 但手術之後的護理就比較多一些 另外有些病人 可能青光眼不是那麼嚴重的 初期或者充期 這樣他想追求一些比較新式一點 微創一點的手術 我們現在會有些不同的小儀器 可以直入到眼睛排水的系統裡面 令到眼壓可以輕量地降低 三至四度左右 但是一些嚴重的患者 因為他需要的眼壓是要很低的 可能去到十度、十二度 所以他可能會需要 傳統的青光眼手術來控制病情 另外我們剛才說過 傳統或者微創 同一時間你可以單獨做 或者是可以合併白內臟手術一起進行 我們很擔心的就是眼壓突然升高 所以有一些動作、運動就要小心一點 例如你喜歡做倒立瑜伽 如果倒立瑜伽 我們發覺倒轉身體的時候 有可能三十秒左右 你的眼壓就會升得比較高 所以這個要小心 如果你喜歡玩樂器的話 例如你吹喇叭、號角那些 如果是很用力地吹的話 吹很長時間 那一刻鼓著氣 有時都會令到你的眼壓短暫高了 所以有些醫生都會擔心這個情況 可能一些嚴重的患者都要留意一下 青光眼的患者 其實我會建議他做多些運動 因為這樣會令到你的血管的年齡 血管健康都會好一點 幫助眼睛的血液循環 包括神經線 是有助減慢你的青光眼的嚴重性 我們會建議你做多些大洋的運動 例如跑步 或者令你心跳快的運動 都會有幫助的 但是有些人會擔心 如果你是嚴重患者的話 如果你是做一些負重運動的時候 如果他太重 你鼓著氣會不會短暫令眼壓升高 令到病情變壞 這方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方面 青光眼的患者 有時有些生活的高危因素 我們都要糾正他的 例如他有三高的話 血壓高 糖尿病 血脂過高的話 我們要控制好 如果他有吃煙的話 我們都要去戒煙 還有有時有些病人會有睡眠窒息症 我們發覺這個病 和你的青光眼都息息相關 為了你的心血管健康 以及控制青光眼的病情 我們有時會叫病人 去做一個睡眠窒息的檢查 以及如果我們可以 例如叫他減肥 大呼吸機 或者做一些口腔裡面的手術 我們就控制到睡眠窒息 都會對他的青光眼病情有幫助